中国人民的代表能代表中国人民吗 当中国人喊着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 可曾想过您自己就是那个代价呢 这期节目啊语言上可能没有那么平和 看完节目后可能大家就理解了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德长媒 我是Gary 这里不卖货只交朋友 您还好吗 2020年5月21日下午3时 紧紧围绕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援 强化港澳委员 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 坚定支持完善特别行政区 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深化同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 社会组织 各界人士交流交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 也叫政协会议 你瞧这名字叫的是正还是邪呀 就像那个海军司令吴胜利一样 中共的名字都这么奇葩 还有更奇葩的就是这天气 黑白颠倒 这个很符合国情 2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正式在北京召开 接下来呀给大家看几秒钟的视频 为了避免意外 吃饭的朋友呢请先停一下 因为怕您吐或者喷了 所以呢这里事先提醒您 这位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骨灰级化石级的人民代表 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的举手吉祥物 1954年起呢应政治要求成为农民代表 中国老百姓啊可没选过他 在成为人大代表以后的日子里呢 他赞成了大跃进 赞成了人民公社 赞成文革 赞成斗刘少奇 赞成否定大跃进 赞成否定人民公社 赞成否定文革 赞成平反刘少奇 这就是个矛盾的结合体啊 都说人呢不可貌相 但是这位这长相 就这智商啊却能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这个是中国人的耻辱 我个人在中国生活的29年里面呢 从来也没见过选票 经常呢有人在我的节目下面说反华 首先说明啊 我想支持中国共产党 你得把选票给我呀 让我投一票是吧 到现在他都不敢把这个选票给人民 本人呢是地地道道的华人 秉承着华人祖先的人意理智信 温良恭俭让的处事原则 这个在过去的节目中啊 我也多次说过 咱们今天就说这个信吧 孔子说人无信不利 国无信则衰 在中国到处都是骗子 从上之下 台上开会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呀 都是背地里各个腐败集团的交易平衡的结果 所谓的提案的投票啊 基本没有人反对 反对呢就是政治不正确 与所有人为敌 这里说一下啊 我在肉身还没有翻墙的时候 那些脑残的想法 为啥要反对啊 大家都同意多好啊 一团和气 看看台湾议会打的不可开交 多丢人呢 家丑不可外扬嘛 是吧 要什么反对党啊 大家还别笑 一点没夸张 当年我就是这个想法 因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 也不懂得什么是独立思考 上学的时候呢 叫灌输 就是把所谓的知识 灌输到脑袋里 把人呢 变成不会思考的脑残 政治课呢 都是标准答案 不用思考 会背就可以 不按照标准答案 回答问题 就是没有分数 所以大家就能理解了 中共的媒体叫喉舌 当年上学的时候呢 就觉得这喉舌啊 听起来怎么这么不舒服呢 具体是什么原因 当时也想不清楚 因为不会思考 喉舌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歌功颂德 宣传 宣传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 事实是什么不重要 只要能维护党的利益 什么信用不信用的 诚实手信那是傻子 网友啊 有一段精辟的评论 大清王朝啊 最大的优点就是诚实 不是国民投票选出的官员 称为朝廷命官 官员上任呢 都说是为朝廷效力 下达命令呢 直接说皇上有旨 从不会说代表大清国民 可是这个中共国呀 这次的人大代表 要代表14亿人通过香港国安法 都没问问香港人同意不同意 就把人家香港人的命运给决定了 也没有考虑一下 是不是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 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曾经说 中英联合声明 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对中国中央政府 对香港特区的管理 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 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没有任何权利 事实上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看中英联合声明到底说了什么 规定了谁有什么权利 中英联合声明是1984年12月19日 由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 马格丽特撒切尔作为两国政府首脑 在中国北京签订的 当时中顾委主任邓小平 国家主席李先念 国务委员吴学谦 外交大臣侯爱等也在现场见证 在联合国备案具有法律效力 滑稽的是赵紫阳在大陆已经成了敏感词 我在出国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时间有限的 我们只看重点部分 全文有兴趣的您可以自己去查看 重点一 第三条第三款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 立法权 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 可是现在就要变了 不是吗 要违约了 重点二 第三条第五款 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 生活方式不变 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旅行迁徙通信罢工选择职业和学术研究 以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和自由 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均受法律保护 最后一个重点请大家注意 就是附件一的最后一句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答会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并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 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 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大家知道1997年香港回归到现在 算一算这才几年就要背弃承诺了 中共的话能信吗 中共就是个流氓利益集团 他们根本代表不了中国人 如果谁说自己是中国人 首先要信守承诺 别扯什么大道理 什么国家安全和民族统一的鬼话 今天最大的卖国集团就是中共 把儿子孙子什么二奶三奶十八奶 全都送到他们口中的亡我知心不死的西方国家 回过头就什么不惜一切代价要达到美帝 他又真有那个心 先把你家的儿子孙子十八奶什么的作为代价 这个还比较好对吧 所以那些还在跟着瞎吆喝的韭菜们 请清醒一点吧 你们才是那个代价 国家是什么呢 是保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并且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服务的这叫国家 如果一个自称为您服务的集团 您家的孩子吃了毒奶粉他不负责 打了毒疫苗他不负责 豆腐渣学校倒了他不负责 然后还要收取您的钱作为管理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税 收了钱还不办事 让您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 等死吧 坟地都涨价了 死都死不起 然后还要代表您 要您爱他 还要为他也就是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就是你 就是要你爱他到为他死 您说这是个什么团体呢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名词 邪教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就分不清楚 很多年长的海外华人也是一样 被中共那一套爱国理论给利用 尤其现在海外多数的华文媒体 都被中共收买 成为中共的宣传的喉舌 被中共给欺骗了 对自己的香港台湾华人同胞 喊打喊杀的 香港还有一个最大的 值得大陆人思考的问题 当年我还拿着中国护照的时候 我太太是新加坡人 可以随意的进出香港 我还要去办什么港澳通行证 我当时在想 这香港不是回归了吗 那自己的国家要办正常的进去 这外国人拎包就走 是谁在歧视中国人呢 您自己去思考吧 另外 一提到香港民众抗议就说是港独 那些说港独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港人的五大诉求是什么 有时候我就调侃 跟他们说 别说你不同意港独 我都不同意 您看看他的五大诉求到底是什么 如果哪条是港独 我和您站在一条这个战线上反对 结果啊 他们连看都不敢看什么是五大诉求 在这里啊 我把港人的五大诉求如一的说明一下 如果您清楚这些呢 就请跳过 避免浪费您的时间 那么第一条全面撤回逃犯条例 修订草案 这个已经成功了 第二条撤回暴动定性 包含612 三撤销所有反送中示威者的控罪 四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彻底追究警队滥权情况 五立即实行真双普选 请问哪一条说独立了 之前说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啊 都有提到香港人的基本权利了 香港人所有的活动都是在香港基本法的范围内允许的 如果您还不懂啊 就请倒回去再看看 还有一些人呢 搅浑水 说本来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送中法案 港人硬要反抗 活生生变成了国安法 活该 这种逻辑啊 同理可得 本来呢 只是为所大叔想要非礼一下 您呢 硬要反抗 这活生生的变成了被强暴 你也活该 从头到尾啊 都是因为中共耍流氓 不遵守承诺造成的 如今呢 要用什么国家安全的名义制定香港国安法 还说的阵阵有词 所谓的国家安全呢 你们有枪 有炮 有原子弹 有航母 有城管 香港人只有把雨伞抗议 你哪儿不安全了呢 结果是不出所料 这个香港国安法草案呢 遭到了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对 也不知道是哪位国师 还是习本人提出的这么愚蠢的主意 孔子说的多清楚 国无信则衰 这不是看着这个中国往下衰吗 这种言而无信 公然破坏国际条约的行为呢 等于破坏了全世界的游戏规则 一定会招致国际制裁和沉重的打击 现在呀 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 经济萧条 百废戴新 最后倒霉的是谁呢 不还是中国人民吗 就不能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吗 你们就这么恨中国人吗 海外的华人朋友 请你们也都看一看 港人这一年都来的拼死抗争 为的就是最基本的权利与尊严 不要再糊涂了 请站在正义的一方好吗 香港人的抗争精神 才是华人该有的气节 为了做人的尊严 宁死不屈 如果您呢 有不同的意见 请留言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呢 就请点赞订阅 好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